今天是一个阳光明辈的日子 在这个日子呢 我今天就来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 Honda City Sedan 我对它的一些用后感 其实我很想跟大家分享这款车的用后感一段时间了 可是一直都没有什么机会 然后刚好最近我的车子有问题 然后 Honda Malaysia 就借了我这辆这个 City Sedan 然后其实我也用了一段时间了啦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辆车的一些优点跟缺点 OK 今天会讲到缺点啦 我的 Vlog 每一次都会从外观讲起 所以这一次不免数我来讲一下外观 不过我相信大家对这个外观已经非常熟悉了啦 因为这辆车也 Launching 了两年 所以就算你不是这个车的车主都好 你应该也在路上一直看到这辆车 不过我必须称赞的是这一次 Honda Malaysia 真的是刀发精准 为什么这样子讲 OK 它并不像它的这个主要对手 全车系都给 LED 投针主 如果你要 LED 投针主的话 你要买到最少是 V 版本才会有 然后老实话这个 LED 投针主我自己觉得还不错 其实还蛮好看的 你看这个一个一个的这个细节 看了真的是真的不大像这个 B-Segment 的车款 然后我不知道大家在镜头里面看不看到这个白色 这个白色是这个 Honda 这次主打的颜色叫做 Pritimium White 如果讲你从远处看的话 这个车的白色是一个很通透的白色 它跟之前那种 Pritimium White 或者是 Metallic White 都不一样 这个白色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看 很通透 很纯净 讲真的 如果是我买 Honda 的车款的话 我一定是拿这个白色的 一定是拿这个白色的 我不用跟你开玩笑 讲真的 不过我自己是比较喜欢哦 这一个 Honda Solid Wind 的水箱护罩是这个 Piano Brake 就好像 RX 一样 这一个 Chrome 呢 其实也好看 但是我觉得它的面积太大了 如果说是这个 Piano Brake 的话 它会更低调一点 然后也会更有沙气一点 然后接下来这个雾灯组 这个雾灯组其实也是 LED 的 所以其实 Honda Malaysia 的策略很简单 就是如果你要这个 LED 你很喜欢 Python 的话 OK 你直接 Go for me Vcent 或者是 RS 至于这个 S 版本跟 D 版本呢 我只能讲这两个版本应该是 提供给这一个 对车没有什么需求的朋友 它可能只要的只是空间深入而已 不过这个外观设计你觉得怎样 我自己觉得一开始看 其实我也是不喜欢的 我是觉得 GM6 比较好看 但是看久了之后我觉得 这两车其实还蛮好看的 而且有一个重点哦 可能大家不知道是这两车 你这样子看 它的车身长度其实已经跟 Honda Civic Ft 也就是 Partai 的 Civic 一样长 宽度 长度跟高度基本上差不多 只是轴距短了一点 轴距的话这个 Civic Ft 的轴距是 2700mm 这个 Honda Civic 是 2600mm 转的差不多 100mm 但是里面的空间表现是不会让你失望的 OK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尾部 其实这个尾部你从这个角度看的话哦 它是采用个溜背的设计 这样子的设计 我觉得这个是好看的 City 的车尾 不管它是 Sedan 还是 Hatchback 我都非常非常的喜欢 然后再看一下它这个尾部 我觉得这个尾部的设计是 其实欠缺了一点点饱满啊 所以我建议各位车主 如果讲你是买车的话 其实你可以增加下这个 Body Kit Modulo 的 Body Kit 或者是泰国那种 Drive Bar 6 的 Body Kit 我觉得都非常的好看 加下去之后 它这车真的会变得更帅一点 然后这个尾灯 其实我跟我的朋友研究了 City 很久 我们都觉得这个尾灯主真的是非常的好看 尤其是这个 3D LED 光头点亮的时候 这个尾灯我个人觉得它是这个 B Segment 里面 最好看的这个尾灯 如果你们赞同的话可以在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虽然很多人讲它可能像某一些车 但是我觉得 Whatever 好看就是赢了的 然后这边有这个 倒车摄像头 这个倒车摄像头成像我觉得还可以 我使用了这样的车过后 我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范围 然后这个电池把尾部开启之后 你可以看到这个尾箱空间 你看数据的话它其实会比上一代小一点点 但是那个小一点点我觉得够不成 你考虑上的困扰啦 因为我从镜头上的给你看 你都知道它非常非常的大 然后这边有两个拉杆哦 你可以支援这个 64 分里 以外倾道 你只需要拉一下 你就可以推倒前面的椅子 然后可以载一些比较大体积的物品 嗯 然后这个尾箱的盖这边也是有这个隔音棉 OK 这一次这辆车的隔音其实真的有进步 OK 然后我们现在来看一下这个内装的设计 其实内装大家应该也非常熟的啦 然后我就直接讲一些我很在意的点 就是我先讲优点 优点就是我觉得这个方向盘的握感非常的好 OK 放仔细 你看看这个细节 我放近点给大家看这个细节 我个人觉得这方向盘的质感完全不会输给OC豪华品牌 我这个真的没有夸张 这个方向盘的质感是真的好 然后上面这个音响快捷键其实也非常的 我觉得也非常的便利 而且使用的这个逻辑也非常的好 因为讲真的很多车其实都有这个 影响快捷键啊 但是就不是那么好用 这个我觉得有一点点要吐槽 然后接下来就是8寸的荧幕 我个人非常的喜欢 然后大家可以看到像这个是大太阳底下 虽然讲有一点指纹有点灰尘 但是你可以看到它这个清晰度是非常高的 出屏足迹 我觉得尺寸不是重点 重点是在它的亮度够不够 因为你在开车的时候 如果大太阳底下的亮度不够的话 这个荧幕真的是看不清楚 不管你是连Android Auto 跟 Apple CarPlay 都好 根本都是 嗯 英雄无用武之地啦 我这样子讲 可是如果讲像这样子它的亮度足够的话 然后又8寸 其实8寸以现在的标准讲没有很大 但是我觉得是非常足够啊 然后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界面 其实使用起来也非常的方便 然后在这边跟大家分享一个小技巧哦 在你看Map 的时候 其实你打星呢它就会亮起来 不是很方便对不对 OK 我教你们怎样关掉它 首先你去这个Setting 然后你直接拉下来 你去这个Land Wash 你可以把它关掉的 其实它这边有个Option 你关掉了之后 你只需要 你不管你是不是打星呢 OK 它都不会再出现 除非你是按这个Button 它才会出现 这样子就解决了大家平常的这个痛点啊 其实这一个是一个很好的选项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 冷气控制的实体按键 这个冷气控制的实体按键啊 在这辆车一发布的时候很多人讲 还是上一代的那个Touch Panel 比较好看 不过叻 我讲老实话我自己是赞同的 那个是比较好看 但是问题是当你在驾车的时候 你真的要去Control Aircon 就真的是这个实体按键比较好用的 而且大家可以从这个影片的声音听到 给大家听多一次 这个冷气的实体按键哦 它的转转的时候它的质感是非常的好 而且讲真的 你如果在开车的时候 你要忙操作去好像讲去调温度 然后去调冷气 其实都非常的方便 怎样都会好过那个Touch Panel 然后这辆车的另外一个优点 就是它有很多置物空间 你可以看我这个喝到一半的Touch Angle 我的Touch Angle 然后这边还有一点位置 然后Handbrake 这边有点位置 这边有两个放手机的地方 我的手机壳放这边给大家示范一下 你可以放手机 然后这边旁边还有置物格 下面还有置物格 所以这辆车的置物格是非常的多的 然后还有一点我很喜欢的 就是它的USB是在这边 它不是在触屏主机上面 如果在触屏主机上面 你连线的话那个线一条掉下来 是不好看啊 不整洁 但是在这边的话我觉得就整洁很多 而且这边还有个小格 可以给你放手机 就是讲你在连接Android Auto 或是Apple CarPlay的时候 你的手机直接放在这边 会更整洁一点啊 这个就是我个人很喜欢这辆车的原因 OK 然后最后我要讲的就是这个音响 这一次这个车的这个Speaker 我那时候看一些人分享他们觉得有Card Cost 但是我觉得这个音响应该也是目前B-Segment里面最好的 虽然讲上一代GM6给8个Speaker 好像很眼那样对不对 可是这一代其实也是8个Speaker 而且这一代的这个Speaker的音质会更好 讲多没有用 给大家听一段 OK 这个音质以原装车的原装唱机来讲我觉得非常非常好了 然后我觉得唯一的缺点可能就是这一个背景的声可能还是会有点混杂 但是我觉得这个表现已经很好了 如果你也赞同的话给我一个Like OK 另外讲下其实我是Fu-In & Sam的Fans OK 然后接下来我要讲另外一个点 这个点是比较有争议的地方 头发有点乱先弄好先 OK 这个点是真的有争议在啦 就是这个座椅 我觉得在目前所有的B-Segment里面 所有的B-Segment里面 包括Persona 包括Iris 包括Mazda 2 包括Almera 跟包括Vios里面 我觉得City E-Spec V-Spec V-Sense 还有RX 的椅子是最好做的那一个 X-Spec 的椅子包括在内 因为X-Spec 的椅子有一点点不一样 我为什么那么讲 首先你可以看到这个牛角头枕 这个牛角头枕很软 然后它的这个包覆性也比较大 然后接下来看这个椅子 然后有这个透气椅的功能 然后大家可以看我啦 看我的背就好 我的身高大概是180 左右 然后我坐在这辆车上面 你可以看到我的背部是完全被支撑的 然后我这个头也非常的舒服 就是如果讲我长途驾驶的话 这辆车的舒适性会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觉得 呃 这一次是 这个舒适性是 Honda 进步最多的地方 因为上一代 GM6 的椅子 坐的真的是不舒服 可是这个坐的真的很舒服 当然我知道可能会有一些读者 或者是有一些 salesman 会讲 这一个 Almera 的椅子 有这个 呃 zero gravity seat 对吗 如果我没有读错的话 我音有点乱 呃 那个其实会比较舒服 但是经过我自己的对比 我还是觉得 City 的椅子 是最舒服的 这一点不接受访多 因为我这个是我自己的亲身体验 当然这个也是因为我的身高的关系 因为我180亿 所以可能你的身高没有那么高的话 你坐 Almera 的椅子 或者你坐 Vios 的椅子 会比较舒服 但是如果是我自己个人的话 我是觉得这个椅子是比较好的 OK 我现在开始讲缺点 首先第一个缺点就是这个 Meter 这个是很多人讲的缺点 不是我自己讲的啊 我其实觉得没有什么大问题 但是很多人会觉得这个 Meter 呃 跟上一代比差很远 而且没有 Digital Meter 如果我是以现在的角度来看 没有 Digital Meter 确实会是一个扣分点啦 但是如果你要 Digital Meter 的话 没有问题 你去买 Viosen 就有了 这个 Meter 给我是 呃 看的时候很清晰 主要的资讯我都看得到 我觉得就足够了 不过既然那么多人 Complain 那么我觉得它就会是一个问题 所以这个是我讲的缺点之一 然后第二个问题就是我觉得这个是 这个白色的皮革 它是皮革的 你看是软的 它好看 你这样子看的话 整个内装的铺成是好看的 但是就是会有点容易肮脏啦 OK 然后第三个缺点就是冷气 这辆车的冷气是非常非常的冷的 我 你看我现在是大热天 这个天气真的很热 大家看一下户外 真的是很热的 可是 我的冷气我是开 25.5 度 然后我的风只有三个罢了 如果是平常晚上我开的话 我真的是直接开到 28 度的 而且它 28 度就不能再上了 这个是我一个亲身经历 我前几天晚上跟我的朋友出门 然后这辆车 因为那里有点下一点小雨 然后这辆车的冷气我们开着 28 度 然后一格风 就是在驾了一段路之后我们觉得越来越冷 可是冷气已经没有办法再调高它的温度了 所以这个可能对你们来讲不是一个缺点 但是对我来讲是因为我是一个怕冷的人 然后它的冷气开关哦 只有这边可以关 这边是不能关的 所以就算讲我把这个冷气调到 28 度都好 我还是一样非常非常的冷 OK 这个是我觉得比较明显的缺点之一 和这个前面一样 这个后面的椅子 City后面的椅子 我自己做的也是觉得非常的舒适 大家可以从这个角度看到 同样的我的这个椅背也是有被支撑到啦 可以看到 如果是做长途的话 我觉得还是蛮舒服的 只是我的这个脚会有一点悬空 然后你可以看到 基本上它是有每一个位置都是有独立的头枕 然后这边还有这个中央扶手 如果是讲你的车子是坐后面坐两个人的话 后面的人会坐到比较舒服一点 然后这边下面呢就有冷气出风口 跟着一个两个电源插座 可是比较可惜的是就是它没有USB 就麻烦一点 还有一点就是我的身高我坐后面 其实我的身高坐后面什么车都会有点顶头 所以大家可以看到 我觉得这个City的后座啦 我个人的标准如果10分满分 我可以给到7.5分左右 我觉得非常不错 这个同样的也是目前我在V-Segment的车款里面 做到最好的这个座椅啦 OK这个驾驶感受的部分 我相信同样的这辆车已经launcher了那么久 大家对这个驾驶感受其实应该也是很熟悉的 所以我就讲一讲我的感受 我这一次我先从缺点开始讲 Honda 的车款一直以来有一个问题就是它的MV-H 我说老实话 如果你拿这个GM2的City跟GM6的City比 它的隔音表现进步非常非常的多 我觉得进步最少有个80%左右 可是如果你去跟它的同级车款比的话 它其实也没有到那么的出色啦 尤其是目前B-Segment 的王 隔音的王 MV-H 的王真的是Vios 啊现在的Vios 不是泰国刚刚发布的那个Vios 然后第二名应该是到Armera 然后City可能排第三 不过我还是觉得City在这一方面的表现会比这个Mazda 2好 然后可能来讲 我觉得Persona 的隔音表现应该也是跟City上下 大家不要看到我拿一根Persona 比就觉得City隔音很烂 其实不是 因为Persona 隔音其实也是蛮好下的 这辆车的隔音真的是 你自己要开过你才会明白 OK 像现在的情况下 其实我是在一个路况不是很美的地方开车 我不讲话 大家听一下这个轮胎的声音 其实你是基本上听不到什么轮胎的声音的 这一次City的底盘隔音真的有进步非常的多 只是因为它的对手的隔音更出色 所以变成这个City你会觉得它的隔音不好 我这样子讲 OK 如果City在隔音的分数是拿80分的话 那么可能它的对手是拿到90分 它不是不好只是它的对手更好 而City比较操的地方可能就是在它这个CVT起步的时候的声音 大家可以听一下这个声音 OK 就是踩大油的时候CVT拉高转的时候 这个声音会比较大声一点 不过同样的这个声音 其实跟上一代比的话 它还是安静非常非常的多 这一个 我把它当成是缺点来讲啦 因为确实这个可能还有进步的空间 但是对比上一代确实是进步的 然后它的CVT调校也是有进步的 如果你是开惯GM6 就是上一代City的朋友 你在一开始开这个GM2的时候 你可能会觉得这辆车的动力表现好像没有这样出色 好像有点软那个动力表现 因为上代的GM6呢 你在车辆停止的状况下 你一踩油它就很充的 但是这一个不大会充 它的整体的tuning呢是比较的柔顺一点点 所以这辆这样子的调教 我觉得在日常的市区行驶的时候 其实会比较适合 像我这样子 因为我每天开车就是从我的家 然后开去office 然后可能在附近打包啊买点东西这样子 四驱驶居多在highway的话是比较少的 这样子的设定我觉得非常的适合我 然后这个stairing的转向也很轻 而且这个转向的这个响应程度其实也OK的 重点是这一次City的悬吊真的很舒服 GM6的前悬吊OK 前悬吊的柔软度OK 后悬吊的弹调会比较明显 可是这个你看我现在在过半 OK我再过多一次 大家留意看一下镜头的这个抖动 这个Bump 我的Suit大概是20这样子过去 看到吗 它的前后悬吊基本上是 额 差不多一样的程度 所以 坐在后座的话我觉得这个舒适性会提高很多很多 这一点都是 我觉得是这个GM6 City的进步 它的进步 你没有去开这辆车 你是不会去懂的 因为 我们都知道 从这个City开始 HONTA不像以前这样子 它有一个很 外观设计有一个很大的改进 然后Interior有一个很大的改进 给你那种WOW的感觉 就是新一代HONTA的Product 包括City 包括Civit 包括HRV 等等 你如果没有开过的话 你对它的外观设计你是不会WOW的 你不会觉得它有多大的改进 可是当你开过之后 你才会觉得到 但是当你开过之后 你才会察觉到 原来它的改进是这样子的 它的改进主要是在一些 你看不到的地方 所以这个是为什么 我很喜欢这个City GM2 或者是City Hatchback 的原因 我知道我这样子讲的话 很多人会讲 你又收钱了啊 收了HONTA的钱 你要讲他们的Product好 不过我讲老实话 一个Product 例如讲这个City City 跟City Hatchback 他们在马来西亚的最高纪录 一个月可以交车五千的 讲真的 有这样子的销售成绩 然后他们的这个订单 还要等几个月才拿得到的 他们有需要花钱给我打广告吗 不需要的 所以我讲的真的是 我一个真实的感受 然后接下来 我再讲到另外一个重点 就是油耗 因为这个车的油耗 也非常的好 真的非常的好 我目前开了225km 然后我的电脑油耗显示是12.1km 然后我还有半缸油 意思就是没有意外的话 这一缸燃油我可以走400km 而且我这个都是City Driving多 我没有跑Highway 就是每天这样子 你可以看到我外面的场景 就是这种City小路多 然后走走停停等红绿灯 然后有时候塞车什么 这样子的场景下 我觉得我可以一缸跑到400km 真的是不简单啊 真的是不简单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期Vlog的所有内容 通常我拍Vlog的话 这个影片的长度会比较长一点 因为我觉得我用这样子的方式 跟大家讲话的话 我可以跟大家聊更多 然后我关于这款车的一些想法还是什么 这个是一个更深入的试驾体验啊 你看我头发乱了再输一下 OK 以后我会尽量以这样子的方式 拍摄影片给大家看 然后通常如果是新车的话 我们还是会继续拍摄一般的新车试驾影片 如果是这样City或者是其他的车款 这样子有这个比较长时间驾驶的话 我还是会用这个Vlog的方式来跟大家分享 我希望大家会喜欢这样子的拍摄方式 如果大家喜欢这样子的拍摄方式的话 可以给我们多点鼓励 就是帮我们按like 然后分享 然后subscribe我们的channel 好啦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的影片内容 我们下一次见 拜拜 by bwd6